那个甘肃去敦煌 我才觉得说 玄壮那时候要取经真的很困难 也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自己的自己 内心也非常的一个感动 法师们是观赏智者大师的精华片段 并且仔细聆听 工作团队的幕后花絮分享 透过现在科技和传统艺术 来结合佛典故事 演艺经典来弘扬佛法 大一台的用心推广 也获得法师们的肯定